全國三級警戒已經超過一個月時間 只能說大家可能都悶壞了 眼看現在疫情稍微有虛緩 昨天這個地點就在桃園的竹圍漁港 突然湧現人潮 也幸好在漁港腹地廣闊 旅遊警示燈號還是亮著綠燈 但是現在市府也提醒大家了 在疫情期間會嚴格來執行人流管制 好久不見的人潮再次出現在桃園的竹圍漁港 二十號當天週休假日 漁港湧進不少民眾 不過港區內的攤商卻說 根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漁港攤商沒生意 其實不是沒原因 因為疫情期間每到假日 跑來漁港的遊客還不滿一千人 眼看疫情逐漸趨緩 二十號週休假日當天 突然湧進三千多位遊客 雖然來漁港人數多了三倍 但面對疫情公權力絲毫不敢鬆懈 竹圍漁港永安漁港一樣是我們分流管制的範圍 那如果人潮增加我們一樣會要求做許多的這個人潮管制的這個措施 那當然因為昨天有假日天氣比較好 增加了一些我們還是會要求要做這個分流管制 原來竹圍漁港的副第一口氣可以容納一萬五千名觀光客 三千多位遊客湧入旅遊警示燈號還是亮著綠燈 不過桃園市府提醒民眾 疫情當前三級警戒持續中 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記者謝祥林 桃園報導